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频 海滨城市青岛被誉为啤酒天堂 海鲜胜地 同时青岛还有扬名中外的海鲜市场 随着疫情的解除 青岛人民的幸福夏日生活 也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其中 海博和岛市今年恢复营业以来 日均纳克两万人次 海鲜销售尤其红火 幸福是什么 青岛人民会告诉你 幸福就是海鲜配啤酒 吃海鲜 看海景 逛海边 兴致上来再喝上一瓶啤酒 简直是海滋儿 海风一吹 虾动 蟹爬 鱼跃 海鲜市场里一片生机勃勃 争其斗艳的盛况 青岛人民各个都是挑海鲜的一把好手 现在的青岛气温回升 印记的皮皮虾和鲜鱼 是青岛人民绝不会错过的美味 青岛的海鲜市场 也迎来了近鱼期前最后三天的狂欢 在这个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地方 买鲜鱼的老夫妻 初次拜访未来岳父的小伙子 退休的厨师 他们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 来体验这些平淡生活中的简单幸福吧 好 来一会儿 明天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月27日中午12点拍摄开始 进入市场走到尽头就是今天的拍摄地 海鲜区域的面积并不大 一共只有30个摊位 但海鲜的种类却非常丰富 午后的市场人不多 一对老年夫妻正在挑鱼 您好 打扰了 您在这里挑什么鱼呢 我想拔鱼 明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下来拔鱼了 原来这个季节给丈人送霸鱼 是青岛的习俗 儿子工作忙 今年的霸鱼就由夫妻俩帮忙挑选 比较好朋友了 好朋友了 好长分了 或者是就这个样 有这个说法 为什么送霸鱼 这个季节就是吃霸鱼 刚下来不新鲜的吗 只有本地海域才有的肥美霸鱼 是这个季节海鲜市场的绝对头牌 一对正在逛海鲜市场的妇女 你说吧 你说 你这儿有大鲨鱼可以看 真的有大鲨鱼 人的胖胖的 爸爸一时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 就来到了离家不远的海鲜市场 果然是海边长大的孩子 对市场里的海鲜都不陌生 逛了一圈什么都没买 对孩子来说 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的海洋馆 下午市场的顾客增多 有几个身形魁梧的男人 在商量今晚吃什么 他们是家住附近的出租车司机 经常在交班后来到这里 买上海鲜再一起聚餐 这是我们的院子 一个礼拜这一块 互相共通共同 其实都快六十岁了 摆累子了 安安全全都不能赚钱了 好 谢谢谢谢 我家里有孕妇 她想吃了 怼残了 孕妇怼残了 往上攻略 就说这个市场特别好 就过来了 我们俩一起 打小朋友 打小朋友 这对情侣买了两箱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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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在青岛读书的大四学生 趁五一假期去女朋友家里 拜访家长 第一次见面 比较坦测 因为未知 看具体情况怎么样 看这个亲老大虾 能不能堵住 丈人家嘴 未来丈人家 在济宁 这次特意买了 皮皮虾做见面礼 您丈人爱吃海鲜 你考察过了吧 我爱吃皮皮虾 所以买了一点 肯定有做功课 没有 我爸不爱吃海鲜 你爸爱吃 即将迎来毕业 两人也有了结婚的打算 未来三年累吧 你应该祝我幸福 祝你幸福 谢谢啊 不知道这两箱海鲜 能否赢得未来丈人的心 祝你成功 晚上八点 摊主们开始陆续收摊 石令火海鲜 一般当天卖完 其他货品都要回复冷藏 我们的货吧 一天一进 天天全是最新鲜 都是从海里进过来 从码头市场 渔船每天在码头靠岸后 货物就会流向各个海鲜市场 5月1号开始进入修渔期 他常去的那个码头 渔船已经停止捕捞 他打算去更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进货 明天早晨三点多钟吧 我们能接着一起去吗 可以啊 一天的营业结束 城市灯火通明 川流不息 有人初次来到这里 有人与这里阔别几十年 熟悉的城市 陌生的人 也许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故事 而是放慢脚步去倾听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72小时 细如人生 但生活总是比剧本更精彩 凌晨三点 他准时出发 那你说这下盘子吧 今天比昨天又贵了五分 昨天比前天又贵了五分 这两天是一长十块钱 进入修渔期 渔船将不允许打捞 这几天的海鲜正在涨价 这些车吧 这都是涨价 谢谢大家 市场里男人们上货 之后女人接班 摊主大多是夫妻搭档 昼夜交替的工作 新的一天开始 一位抱着小狗的女士 一早进入海鲜市场 她原来是国营饭店的厨师 从单位的厨房退休后 又回到了家里的厨房 不想这么累 却又心疼女儿 在没有工资的新岗位上 也会慢慢发现自己的价值 因为怎么的 你要是老的没有个事干吧 就是有点熟老干 是不是 你要是有事干 我觉得孩子还重视你 还能有用 你如果是躺在来 没用了 是不是 你不敢二女 他肯定是 在心里就不对劲 是不是 好了不说了 说到了 我刚才说了 在聊天 上大学的女儿放假 先来市场看看妈妈 经营摊位十几年 还从未带着孩子旅行过 虽然旅游未能成行 但女儿放假的第一站 还是来到海鲜市场 远方固然令人向往 但眼前的平淡和日常 也是生活的码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穿着粉色鞋的男生 一个穿着粉色鞋的男生 对 我昨天刚来过听司机说的这边游 有什么时候一个人出来旅游 朋友比较忙啊 然后适合一起旅游的人也不多 原本和女友一起旅行 临行前 女友突然加班 她决定一个人完成旅行计划 430 这个便宜点 433了 我要你430 这个手的 这都加我的 你说呢 昨天吃的是吃个龙虾吧 然后昨天吃不一样的 把海鲜带去隔壁的啤酒屋加工 这是她一个人的晚餐 抗一多少钱 整个都抗啊 整个都抗啊 都折的呀 我收你二个去 刚刚是旅游的时候 一个人旅游的时候服毒 后面也习惯了 然后我经常会跟我朋友发微信 跟我女朋友发微信 就是有人跟你聊天 那就不孤独了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 我个人全托你知不知道 就是托付在老师家里 小学全托 初中全托 高中在寒州 大学在上海 习惯了没在家里人旁边 习惯了 父母常年为生意奔布 大学毕业后 家人为她开了一间公司 有利有弊了 失去了一些东西 你会得到一些东西 失去的是跟父母那种亲密感 得到的是经济 有些人说出去不会想家 我是不会想家 他来找朋友发给谁啊 发我们有一个 狐吃海喝群 其实人都是害怕孤独大了 这样就是 用别人聊聊也挺好的 不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城市灯火通明 川流不息 有人初次来到这里 有人与这里阔别几十年 熟悉的城市 陌生的人 也许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故事 而是放慢脚步去倾听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72小时 细如人生 但生活总是比剧本更精彩 海洋渔业资源 尤其是黄渤海渔业资源持续衰退 休于洋海已是各方共识 2020年4月30号 青岛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启动了从5月1号至9月1号 为期四个月的超延休渔期 今年是青岛市实行 伏计休渔期的第26年 在近两万渔民渔民将暂别大海 这是为了让鱼类 能够有时间进行繁衍 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人类过度捕捞 造成鱼类的绝种 在休渔期间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将通过加大冰鲜水产品 投放数量 投放深水养殖网乡 南鱼 北鱼等有力措施 确保百姓餐桌上的海洋食品 供应充足 拍摄第三天 突然出现的小男孩 对我们的镜头很好奇 是这对卖鱼夫妻的孩子 他们正在交接班 老家在济宁 结婚后为了生计 跟着丈夫干起海鲜生意 一晃六年 海鲜摊已经填满了她的生活 有时候天天抱怨 跟谁抱怨 给我对象抱怨 天天穿的新不拉几的 脏不拉几的 天天改市场 一点空闲都没有 不像人家别的小女孩 都能穿的干净点 漂亮点 村美玩去 我们就不一样了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她要是不上坡的时候 她有时候也叫我先一动 不是 还是心疼你吧 还行吧 就心疼吧 她不心疼 她就 我是不愿意干了 对未来的生活 丈夫似乎有更多的期待 她爸爸目标是赶快生第二胎 她喜欢有两个孩子 那你呢 我没有那个目标 我一看那个干时间场了 我感觉的梦想就是 咋开半斤慢点 我看来回家休息休息 我还真没有什么梦想 因为干那时间场了吗 还梦想 有点 有点不可思议了 21斤啊 好 谢谢 谢谢 一个独自来逛市场的男人 这个现在我去买多少 没有要求 我现在放假了 我父母从老家过来 看我孩子 所以我就中午过来 门人开心 您是青岛本地人是吧 我是青岛女婿 我们走几年 是一直在外地工作 自从生了孩子以后 我们就回来了 和妻子在深圳工作七年 两年前 他们放弃了原本处在上升期的工作 回到青岛 这种生了宝宝以后呢 特别想 有一种非常舒服的生活环境 在青岛呢 这也比较熟 而且我觉得也是半个家吧 这样 两年间 生活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生活习惯 从深圳回到青岛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他 很多事情都要重新试验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叫价值观吧 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于对着错的这种理解 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现在也在努力地去 可能尽自己的这个能力吧 把这个环境做得好一些 我们现在我们团队 我打个比方就叫 一线人才回收器 很多一线人回来都会 到我们团队 就是我们聚集一起来 还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你后悔自己现在这个选择吗 不后悔 如果后悔我就回去了 我现在的整个节奏 工作的感觉 慢慢的已经适应了 有些东西 该克服的意义 克服过去了 后边就希望能有一些影响力 能够营造一个创造力的一个team 能做一些事情 其实真的很有机会 我觉得二三车真的很有机会 梦想和现实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开始新的生活 需要的也许就是那一点点的勇气 成大事 几个后背 长大以后 我觉得高厚 你我把 你两个后把 二一二一 以为我这里 对两个孩子有可能更好一些 有这么的礼拜 但是我想给我的孩子 好 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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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有时候也会孤单 哎 女儿好 每年还得小时候 就可以买八年 女儿二十年以后 她就找你媳妇 一起飘到一个暖和的地方 你听那河水尝尝了过的声音 在将来的河边追着紧紧的停 是那那样一种 你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 好 来 找一遍 外面的声音在水中悄然融化 冲了一片淡淡淡 原来我并不想守住这片幸福 无伤 青岛的72个小时 新鲜不断上演 最寻常不过的街巷烟火 最平凡不过的居民小贩 都在各处直面自己真实赤裸的日子 海鲜市场只是一个小小的载体 浓缩着市井百态 吃喝看似平淡 但人生从来都是波澜壮酷 这些人看似普普通通 平凡寻常 却是闪闪发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兽 t breakou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ston